有Excel的部分 只是Excel的部分實在太複雜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成一個用VBA 一個用篩選 其實也是篩選把它寫成VBA 所以呢 這兩題的部分就是兩個工作表 把這兩個寫出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VBA它裡面第一個就是 原來裡面是空的 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當我下拉這個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幾班的資料搬過來 OK 那比如說三班 有沒有 一班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VBA程式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當然呢 你就必須先在這邊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 第一個就是 跟它 用比對的嘛 所以這個地方 關鍵地方就是這個有個比對 如果 什麼呢 如果這個跟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是一樣的話 所以這邊有個 那範圍的話 就是第二列到 第十二列 所以這邊的話 一個4i 等於 2到12 然後 next 比對部分條件就在這裡 這個跟這個範圍比有沒有 如果有一樣的話 那就幫我把什麼 把比如說一般裡面的後面 BCDE的資料 怎麼樣 幫我call到這個地方來 那call的方法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去 這個前面有講過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後面就寫什麼 這個Sales ID的B欄 幫我call到G列的哪一欄 本來是應該call到第五 我跟他 第幾列 第五列 那 可是如果每一次都第五列的話 那會 等於是資料會一直蓋 OK 所以呢 這邊的話就加一個K K的初始值等於第五列 那當他每放一個資料之後的話 把K等於K加1 就是往下放的意思 一直往下放 這資料就全部都過來 但是擔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有舊資料 我必須怎麼樣 在把資料抓過來之前 先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先清空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這邊的範圍 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 等於是G5到J12這個範圍 然後呢 你可以等於空的 或者是我前面有講過 點Click Contents也可以 兩個方法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的話 當我按下 但是 最後記得 我們要做成觸發 這邊如果說呢 我寫成這樣 我必須說 我只要動一下這邊 我還要在執行程式 所以如果我假設不想讓它 每次都這麼麻煩的話 還需要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事件驅動 當這個VPA裡面 H2的儲存格 假設變動的話 那再去Call它 這個應該有印象 所以相對會比較麻煩一點 等於要寫兩部分程式 第一部分就是寫剛剛這一段 第二部分的話 還要再到這個工作表物件裡面 跟它講說 如果這個工作表發生變動的話 那我檢查一下 是不是H2 如果是的話呢 才去Call班級 那這樣的話 就不用再按按鈕了 這是第一種寫法 第二種寫法的話 就用篩選 篩選的話 我們切到篩選 那一樣啦 你會發現按下它 它得到的結果也會一樣 只是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我們用的方法是 資料裡面的篩選 當這個篩選裡面呢 假設是哪一般呢 比如說一般好了 就留下一般 把一般的這個旁邊這個範圍 Call到這邊來 那寫法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其實就是第一步 一樣先把資料先清空 那寫法就是底下總共有三行而已 基本上第一行就是做篩選 就剛剛講的 哪個範圍 這個範圍 A1到1的12 這個範圍 點AutoFilter AutoFilter其實就是篩選 那查哪一籃呢 查第一籃 就查這一籃 如果它的條件是符合跟這個一樣的 有沒有 所以第一籃 第一籃指的是這一籃 OK 搬起這一籃 如果等於H2的話 那再來就怎麼樣呢 所以到時候的話 它會把這個一般的 假設我們這邊 比如說這邊是一般的 那你會發現篩出來就這樣 那我必須再把這個得到的範圍怎麼樣 把它Call過去 那Call的話就是把 當然你上面是A1 這個A1不要 我要從什麼 B2開始 到1的12這個範圍 意思是說 我要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Call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寫法的話 就B2 到112 點Copy Copy的話就Call過來 到哪裡呢 其實跟它講開頭就可以了 G5就可以 它會很聰明的 自動幫你把它延伸出去 所以點Range G2 那這樣的話其實程式會寫完 不過呢 因為它現在還在篩選狀態 所以記得 最後這一行 其實只是把上面這邊的 這個AutoView的這一行 的前面部分把它Call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你把它寫出來之後 你可以點擊它 它就自動幫你把 效果給做出來 相對的 這個寫法會比較簡單 另外當然一樣 你可以把那個事件驅動加在這裡 就是當這個篩選的 H2裡面的資料變動 那幫我Call篩選 這個大概細部的說明 也是在上禮拜有提到的 所以如果這個對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公司了 全部都寫VBA 為什麼寫VBA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就是 用公司來完成的話 那會更複雜 OK 來吧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這題的分數比較高 這題比較難吧 這題比較複雜一點 好啦 反正就是這三題就對了 所以回去的話呢 就盡量的把這三題 能夠RUN的話 就盡量把它RUN熟 那考試的話呢 只要就按照我上課講到的部分 把它做出來 那基本上呢 你應該就可以拿到 你應該有的分數了 當然最怕是說呢 你程式不太熟練 有些發現錯誤的話 你可能就是再加上一些註解說明一下 至少讓我知道一下 為什麼你那個程式會寫不出來 或者是說寫不完整的問題 這個這個相關的原因